大福彩头奖昨晚开在屏东县沿浦香新围村的金福德彩券行 头奖金额高达3.59亿且由一名幸运而独得 金福德彩券行今天一早就持续涌进人潮 买气强强滚业绩冲高三倍 民众都羡慕地说这个人实在太幸运了 屏东县沿浦香新围村的金福德彩券行 位于省道台27线上店面就面对当地的妈祖妙慈天宫 因此经常有路过旅客或前来拜拜的信众 离开前省便买一张彩券碰碰运气 开除大福彩头奖后 今天生意相当好 一大早开始人潮不断 老板娘邱春平表示 今天店里人潮比平日多了二至三倍 只是一大早必须先去扫墓记组 一直到傍晚才放鞭炮庆祝 目前尚未接获幸运儿的联络 邱春平说店里有一半都是常客 而且也有养牌的习惯 持续购买同一组号码 金福德彩券行已经开店第五年 之前在105年11月份就曾开出39月和彩四和奖金127万元的记录 但这次开出大福彩头奖太难得 更终结了长达9个多月的82连扛 邱秋春平说 大福彩实在太难中了 不敢相信就开在自己店里 金福德彩券行 今天傍晚5点在店门口放鞭炮庆祝 记者讲记评摄影 分享 大福彩头奖 昨晚开在屏东县沿浦香新围村的金福德彩券行 投奖金额高达3.59亿且一人独得 记者讲记评摄影 分享 开出大福彩头奖的金福德彩券行 今天涌入许多比平常多三倍的人潮 记者讲记评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